金周刊爆料简连找到的USB就是柯文哲遭收押关键 不少医师作家纷纷当起柯南分析 这神秘的1500到底是什么意思 医师蔡逸臣发文指出 柯文哲如果能搞定金华城200亿元的利益 行贿几十亿元都有可能 要是只收贿1500万元绝对不是全部 但是贪污罪不是拿得少就不算 而是有证据有拿就算 还有作家漂流岛宇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阿伯智商157要是真的在随身碟记下收贿1500 等于是留存犯罪证据简直是87 但执依侦办中的案件铁证怎么可能轻易获得 犯行随便公开是侦查透明公开原则吗 有人说柯文哲真的凉了被抓到收1500元 小草们不用静坐了 也有网友表示不幸真的有人这么蠢 把收贿金额打成党名 但是看到数字就变成铁证真的很可怕 感觉1500是下午3点的意思 还有人说以后下午3点只敢用国字 不敢用数字来表示了 而头号可黑粉鸡排妹郑嘉诚再度抓住流量密码 在脸书上发文说这是他第三次以德抱怨 因为看到小草们席地而坐的照片 民众党却没有任何支援 实在看不下去 所以提供之前青岛运动为了支援富佑 埋的两顶帐篷还附上照片 想要免费赠送给小草们当作赞助 看来想要雪中送炭 但是在小草们眼里恐怕不好受 也有不少网友说人美心也美 还连颜色都考量到了实在很贴心 而机派妹也表示 看到上靠照片的心情 还说跟小草是一样悲伤的 只是原因不同 但是总有一天小草们会懂得 那份感慨是什么 如今小草们当初鼎力支持的选择 还能够一身清白的回归吗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客人者以4300万买的商办 被质疑是精华成案的后屑 对此民众党成致函 拿出产权资料回击 可是契约上面的金额好像怪怪的 买卖价款总金额就是61万 我简单讲这里内政部的规范 要填4300万才对嘛 明明说是4300万的房屋总价 但契约上却写着61万7800元 民众党6日开记者会澄清 但是却越描越黑 内政部的规定就是这一栏 就是土地加房子 那个所有的钱加起来就是总价 总价就4300万 难道是61万卖给你吗 那不是很奇怪吗 我拿的是内政部的版本 陈志安拿了什么版本我搞不清楚 你就拿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到底这真相是什么 民众党秀出商办的所有权 买卖移转契约书 自清是由房屋仲介安排看屋 与精华成无关 而且出售人只有该物件超过30年 但仔细看看这张白纸黑字 却藏有猫腻 在真正的成交金额里面 会呈现在这个私契或我们俗称 我们法律用理叫做债权契约里面 就是一般我们正常交易的这个金额 会写非常多条款文字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纯粹送工部门使用 专家指出61万可能是房屋评定限值 不是这个案子的成交价 它只是政府拿来课税的标准 但外界要的是金流 民众党却售出所有权买卖移转契约书 这一点始终招待不清 这也被外界之一都是在问A答B 多次新闻杨一平 张小军台北报道 柯主席加油 柯主席加油 我们来深远你 我们来深远你 柯平加油 柯平加油 柯文哲被收押了第三天 头一回碰上假日 但看看看守所外 本来说好宁静革命 过了一夜只剩下几株 小草不舍柯批 在还没有被判刑之前 我们都有权力 都有自由 三议员柯批 为柯批的清白加油 麦力大喊口号 希望真相可以公诸于世 但如今他们的心声 A伯听不到 因为7号收押的第三天是假日 不仅不能绿剑 也不能够会客 柯文哲一整天的餐食 早餐包括高丽菜粥 咸淡 午餐则有炸香肠 糖醋鸡丁 十粒蔬菜以及黑糖红茶 双煮菜便当菜色 配上饮料 实在是吃得不错 晚餐则是冲烧猪肉 和关东煮小鱼味噌汤 不过还是一样 蔬菜不算多 面对记者提问 柯文哲王牌律师团相当低调 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被问到会不会提抗告 他们正进行全面攻防 不排除最快在周一 就会递出抗告状 毕竟现在金华城案 其他四名被告 包含沈庆金 应小微 吴顺民 彭震生 通通被驳回抗告 这一战对柯文哲来说 事关重大 一旦抗告没成功 不只压好压满 恐怕面子也挂不住 德国新闻 张王游雅馨和云婷 台北报导 台北看守所外 柯美兰一线身 立刻成为媒体焦点 什么话想要对现场的小草们说吗 可美兰对于媒体提问 大家都避而不答 从头到尾只针对收费 1500万这题 眼神坚定对着媒体反呛 立挺哥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设 金华城弊案收押近见 6号晚间 支持着小草们发起宁静革命 破百人台北看守所外静坐 妹妹柯美兰到场 也选择宁静 这是一个服势的抗议诉求 所以您也是用服势来表达 你的态度是吗 尤其柯美兰在脸书上 一向很呛 曾发文柯文哲 只是第一个牺牲的劣势 绿营立委就建议柯家人别再多说 如今柯美兰贴文已被删除 人现身更是惜字如今 对这种不时的来提到会吧 只给了一位声长的微微一笑点点头 但必按闹得沸沸扬扬出现这样的情景 黄色看板写着柯妈是地方之尺 交出柯文哲谈无犯 上方还贴了柯文哲被上铐的模样 这在柯文哲老家门口 画面曝光激烈行径 邻居看了也很吃惊 就这样太超过了啦 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68条及第90条 本分局将依法通知行为人 道案说明 依法裁处 年迈柯爸柯妈 曾为儿子当医生 当市长 宣总统 走偶不已 如今面对儿子 遭收压 已经很心痛 又有看板事件 无疑是双重打击 痛伤家痛 分析我们来为如实欲成 新竹报道 储存资料常见的USB 成了检方眼中的关键证据 根据近周刊报道 在这一波搜索柯文哲 住家时就查扣到 这样子的一个USB随身碟 里头记载着柯文哲的神秘账策 疑似收取微经集团创办员 宣请金的1500万元 成了被法官裁压的最大关键 周刊报道随身碟 点开档案是Excel档 记下111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 不论是金额还是时间 却也间接曝光柯文哲有大老板名册 底下包含其他集团总裁 以及科技业大佬 不管是硬流 也就是全部收不走去 大概现在用动用全部国家的力量 在很正值地研究柯文哲 1500万记下时间点 这么刚好两周前 111年10月18号 和金华城改建建造执照的 合法时间点吻合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是北检第一次深压柯文哲失败 向高院提起抗告的市政之一 高院撤销无保请回 发回北院重裁 理由当中就特地提到 柯文哲的随身物品 法界分析不排除直指这个USB 但对于柯文哲被爆料 收贿1500万 北检直以不予置评 无法证实暧昧回应 为什么写小省1500省庆金 如果没有办法合理交代 检方会高度怀疑 包括院方也会高度怀疑 这是不是就是你收贿的证据 那当然不是仅凭着记载 就认定你有收贿 还是需要佐以 不管省庆金的证词 或者是应小薇的证词 不止1500万出现时机点恰巧 就连金额数目也很刚好 检方调查北市议员应小薇 收贿省庆金4740万 账目中大有玄机 其中1500万元去向不明 高院裁定书内容 本不该外流 秘密却一一曝光 USB里还藏着什么 柯文哲申请金1500万 和金华城有无对价关系 恐怕不止图利 这么简单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人家说以前我们有文化大革命 中国最悲惨的 多少人被斗死 现在就是在演什么 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你有没有罪 我没有罪啊 可是大家都说你有罪 网红官长陈之翰 在直播上痛批台湾司法 毕竟他相挺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遭到积压禁件后 直呼司法不公 根本就是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柯文哲一定是拿了这个 你看到没有 1500这什么 这是暗号 什么暗号呢 1500万抓到了吗 这真的很严重 居然敢这样写 这种暗号谁都看得懂吧 对不对 这是密码 这是暗号 就是 就绝对是 越说火气越大 双手交叉在桌上 整张脸满是帐红 不敢相信自己 身性无罪的柯文哲 今天会从金华城去到土城 认为就是被陷害 直呼周刊爆料的USB档案中的 1500就被外界认定是 收贿1500万根本不合理 刚刚啊 又是金周刊 又是争论节目名嘴 说啊 柯文哲收了审刑金1500万 USB啊 USB啊 现在要让一个人死 这太简单了 馆长频频喊话 要求检察官在侦查期间 要把1500万找出来 而不是周刊写的1500万 这种以图立罪 抓人取共 先收押禁件 再来找证据的这种司法办案 这种这么暴力的手段 这么蛮横不讲理的司法 馆长甚至号召小草 在9月8号晚上挺身而出 身体力行当强力后盾 即便卷入弊案被收押 人生性当时选择 不是错误选择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戴着口罩不乏一语 匆匆走上车 6号晚间6点半 就在周刊爆出 柯文哲关键USB的1500 诡异数字之后 黄珊珊的车再次出现在 柯文哲家门口 而且一整晚 陈佩琪似乎都没有再回家 这时间点巧合到令人质疑 这两人到底要聊什么 毕竟从柯文哲出事之后 黄珊珊和陈佩琪几乎形影不离 回顾8月30号 陈佩琪以证人身份走出北检 当时来接她的正是黄珊珊 当晚陈佩琪外宿没回家 住的就是黄珊珊在戏纸的处所 这还没完 两人隔天一同现身北检 要向小草们信心喊话 只见黄珊珊一路护着陈佩琪 要离开依然紧紧跟在旁边 对陈佩琪来说 此刻的黄珊珊 或许是他们夫妻俩最大的靠山 因为在9月2号凌晨 柯文哲无宝请回当天 两夫妻再次坐上黄珊珊的车 由黄珊珊一路互送回戏纸处所 难道柯文哲一出北检 就有这么多话 想和黄珊珊彻夜长谈吗 非常互主心切的行为 但是只是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大家都是案件关系人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互动这么的频繁 外界的质疑不是没原因 毕竟就连陈佩琪送会客菜给柯文哲 黄珊珊都亲自接送 尤其陈佩琪现在还是联衣医师 却选择直接请假到9月27号退休当天 不再继续看诊 要断绝和外界接触 这是黄珊珊的策略吗 黄珊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居中穿梭三步不离 陈佩琪 侠佩琪以令诸侯 让外界感觉她化身为地下党主席 即便柯文哲夫妻身陷争议 黄珊珊依然不离不弃 是多年来的情意相挺 还是担心这把火烧向自己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总和报道 周刊报的随身点内资料 小省1500省庆金 有人认为这是说明不明金流的证据 但也有人说这1500到底是金流 恐怕检方怀疑是后卸汇款 才以柯文哲涉犯贪污犯罪条例等罪 来深压警戒 我们不要罗知罪名 但也要误网误众 也因此在该笔档案里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记录 这一点也必须要有检调来说明清楚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就要尊重司法办案 但绝对不要恶意的 有任何带风向的可能性 民众关心的不仅是最后的判决结果 更是司法检调的程序正义 误网误众的态度 拒绝正式力干预的风骨 证据到哪里 办案就到哪里 如今民众党也在爆料出后 赶紧发声明澄清 请北剑说明这新闻的真实性 不要详引一句不语证实 就来撇清责任 科码责案确实有很多疑点需要釐清 包含USB内1500到底表的函力是什么 删除对话记录等 这些到底是不是旧事金流 还是有别的含义 希望透过资料复原 或者是检调单位可以厘清 根据了解爆料中的时间点 也就是11月1号 柯文哲确实没有公开行程 真相到底为何 也牵动案情走向 就怕如果真有收钱 就不仅是土利罪而是会更严重的贪污罪 东森新闻中的好李璐台北报道 我们会在这个礼拜天进行第一场 第一场的开枪 一声令下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号召小草北上的立法院群衔楼 申远柯文哲 只是自家党主席不是才要支持者 好好生活吗 此时却宣布出兵 柯文哲遭裁定积压禁件 民众党面临创党以来最大政治风暴 谁来代理党主席 尤其民众党每年可以获得 政党补助款1.5亿元 一直零到2028年 庞大资源势必引发党内的暗潮汹涌 党务在秘书长周虞休的代理下 一切照常进行 虽然一再强调民众党是集体决策 但是看看台面上的人 谁有能力代理民众党走出困境 传出民众党创党大佬 近日召开非正式会议 会中一致认为 还是需要有人代理党主席 稳住正脚 内部人士也觉得 不二人选就是黄国昌 但也有人认为 以协同来看 创党之母蔡壁如更有资格 虽然有这样的声音 但蔡壁如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 黄珊珊平权三年也出局 剩下黄国昌 早已透过危机小组运作成为决策者之一 只是民众党会不会从一人政党走向集体决策 随着柯文哲面临司法战 权力结构也出现变化 东升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从检方生压提抗告 到最后法院裁定收押 都被直指土利金华城帮助获得不法利益200多亿 嫌疑重大 以往土利罪定罪率偏低 但这次柯文哲恐怕很难全社而退 因为现在不比过去土利罪去年定罪率高达百分之百 修法后更明确 根据贪污制罪条例第六条 第一项第四款规定 成立要件包括公务员明知故意 还违背法令 以及让自己或他人获得不法利益 公务行为是要有一个违背法令的行为 而且要造成一个很明确的 土利他人的一个结果产生 因此公务员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自己比较有办法去衡量 但其实在修法前 土利罪平均定罪率只有五成 关键就在于定义不明 容易让公务员的便民和土利他人混淆 造成检调在搜证上相当困难 修法后检调能锁定方向侦办 证据搜集齐全 而这回柯文哲被控土利金华城改建容积率 有机会翻盘吗 但连他自己也曾经脱口这样说 你们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合华 他说土利 我说对啦 土利 哪个地方不合华 明知道这个提高容积奖励率是违法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产生了一个土利他人 这个审刑金200亿元以上的一个 这个不法的所得 因此这个相关的构成要解释明确的话 柯文哲在本案如果要脱身的几率 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 不过国民党前立委蔡振元认为 土利罪会让公务员都不敢做事 主张废除 现在检调持续追查柯文哲是否涉及收贿 USB如果真的是关键证据代表掌握金流 柯文哲的刑则恐怕将从土利罪5年以上 提高变成贿赂罪10年以上 东森希望林全参与事案在台北采访报导